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视频讲的是 怎样带孩子到美国上中小学 包括免费就读公立学校 那我们知道呢 很多人办理这个美国绿卡 它是为了除了自己的这个生活事业 是为了孩子将来的发展 很多人的希望 比如说孩子在美国上学 可能相对来说卷的程度要少一些 出路机会更多一些 如果说孩子在美国上学 比如说读公立的学校 可以不用交学费 这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 因为私立学校可能要好几万美元一年 那怎么样能够在美国读公立的学校呢 那孩子呢 公立学校不能发R20表 孩子不能单独申请F1签证 那可以有若干的办法 比如说呢 父母在美国工作或者留学 如果说拿H1B或者J1 或者L1或者F1签证 那么孩子呢 作为家属dependent 可以拿对应的H4 J2 L2 或者F2签证 然后呢 就可以在美国合法的 免费的就读公立的中小学 除了费用原因呢 还有一个年龄的原因 如果孩子很小 比如说读小学或者初中 那他单独申请F1学生签证 哪怕已经被私立学校录取了 拿到签证也会比较难 因为年龄太小 移民局更会考虑到 是否能独立生活呀 有没有移民倾向呀 有没有别的暗藏的 其他的想法呀等等 如果说在美国读四亿高中呢 这个是可以的 当然有费用问题 那这个如果说我先用别的签证 比如说家属签证到美国 然后直接就读就可以了 那前面提到的这些家属签证 H4 F2 J2 L2等等 这些呢 你不用转签证身份 就可以直接用这些签证身份 只要住在对应的学区 不管是买的房子 还是租的房子 就都可以 可以免费的在当地的中小学就读 比如说一个办法呢 如果家长说我到美国来留学 不管是读学位 还是读语言 甚至读社区学校都可以 那后者呢 有的时候学费低一些 那相应的呢 第一你可以陪伴照顾孩子 那第二呢 孩子可以用F2签证 在美国上学 那有的人说 我从中国直接申请 美国如果说排名不太好的学校 这个是不是不容易办签证啊 那这也有这个可能性 或者说我想先了解熟悉一下啊 毕竟呢 自媒体的宣传吧 美国说的一团糟 那我想眼见为实 多了解 这个呢 那你可以考虑自己先带孩子 比如说用F2旅游签证到美国 那尤其是现在快到暑假了 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到美国来考察 那如果说用B签证入境美国 过了一段时间 比如过三个月以后 可以考虑呢 转成F签证啊 取得美国学校的入学 那前面讲到 社区的学校也可以 神学院也可以 学语言也可以啊 像这样 我们也有一些客户是这样的 我们的经验和观察 是呢 在这个疫情以后啊 美国总体来说 这个政策呢 还是希望更多的推广 恢复这个留学这个产业 所以呢 我们看到现在在美国境内 比如说B2转F1签证 相对比较容易转 我们也写过若干文章 包括批准案例 批准书 介绍这方面的经验 那么比如说 孩子的父亲或者母亲 带孩子到美国 比如说孩子的妈妈 现在40岁50岁 孩子现在10岁15岁 孩子的家长在美国申请入学 取得F1签证 那么同时呢 也可以让孩子在美国境内 转成F2签证 然后呢 就可以上学 上公立中小学 当然你用B2上学呢 学校不一定会拒绝 但是这个呢 会给孩子将来 有一个负面影响 因为像这样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孩子 以后的绿卡批准 所以呢 从正规的角度 而且从较长时间 合法待在美国的角度 因为你用B签证 一般只能六个月嘛 延期也只能延六个月 对吧 你要F签证呢 就是Duration of Status 只要保持在上学 那么你自己 就可以保持学生身份 孩子也可以保持家属身份 孩子就可以合法的 在美国的公立中小学 免费的就读 孩子自己 当然可以把F1 学生签证到美国 或者呢 如果孩子父母到美国 从中国到美国 直接来学习工作 那么孩子呢 也可以作为家属 或者呢 孩子的家长 可以带孩子 比如说考虑先用B签证 入境美国以后 如果想法改变 已经被学校录取 孩子家长可以转成F1 孩子可以转成F2 中间不用离开美国 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我们下转赏的了解 入境 通知 用公开的 下转 阳 没回事